我想我之前說過 像王毅川 于北辰 其實這些都是受過高等教育 他們為什麼敢講這種 信口開河 然後像白痴一樣的話 絕對不是因為他們是白痴 而是因為他們把 受眾當白痴 他覺得說反正我講這一些 看的人他也聽不懂 所以我真的要呼籲 看友台那些觀眾 你們要想清楚 為什麼這一些 在台上在電視裡面亂講這些人 他們敢亂講 他們在欺負你們 他們覺得說反正你也聽不懂 我只要在這一台講 你們都會相信 這個叫做漁民 他把你們當白痴 如果他但凡尊重觀眾 尊重他們的支持者 他們就會好好的準備 因為他知道你們是聰明的 所以不能亂講 可是他知道反正我的黨證拿出來 我的顏色是對的 我今天在台上 讓我隨便亂講 你們都會動算動算支持支持 就像黃傑一樣 真的會有人幫他拍手 拍到手瑜伽嗎 因為他是認顏色的 不認對錯 不認是非黑白 所以我覺得最可怕的 不是這一些人 在電視上 在民眾前面亂講話 而是最可怕的是 他們為什麼敢亂講話 因為他們在漁民 而且是真的台下人是相信的 這是很可怕的 我聽說中南部有很多地方 是看不到TVBS的 只看得到某一些特定的電視台 所以他們接收到的訊息 永遠是平行時空 譬如說高雄現在淹水那麼嚴重 或許他們接收到的訊息就是 真的是因為雨量太大了 大到我們無法承受 其他地方如果這樣也一樣慘 我們的賣賣已經很辛苦了 他們可能接收到的訊息 都是這樣子 至於說黃姐也一樣 他所有的發文 所有的訴求 都只是在尋求同溫層 所以他一直講 即便他講得再荒謬 我們這些明白的人聽得懂 可是他不在乎 因為那一些支持他的人 眼睛只看到綠色擋陣 他就相信了 他裡面講一段話我覺得最瞎了 大家有看到他第一時間 PO出來的照片 他說這些是他團隊很辛苦的照片 後來被揭穿說 那個又不是你的照片 那個是里長PO出來的照片 你去給人家倒圖 他說因為我的團隊在忙著 搬這個發電機 沒有控照片 所以里長回傳給我的照片 我用里長回傳的照片 有什麼不可以 奇怪了 大家去想想看 如果他的助理 正在忙著搬東西 所以是里長幫忙照 為什麼里長也沒有照到你的團隊 他PO出來照片 里長照的是區公所的人 正在忙著的照片 那個背心是高雄市區公所的照片 那個背心是區公所的人 為什麼連里長視角 都沒有拍到你團隊的人 裡面沒有一張照片 是拍到黃捷團隊的照片 沒有一張照片 所以你說你的團隊在忙 你沒有在忙也沒關係 你說你的團隊在忙 也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不要硬拗 我就講一句話 黃捷你再不在台灣沒有關係 你再也沒有用 但是不要再硬拗了 我想是這樣 賴清閣第一天 去視察的時候他講說 過去淹一層樓 現在淹30公分 代表我們治水是有用的有效的 大家知道這句話後面藏著什麼伏筆 以我們對民進黨的了解 以我們對政治的了解 這句話藏著伏筆就是 後面還要再砸錢 過去的一千兩百億是有效的 有沒有 接下來幾天都告訴你 前瞻預算是有效的 如果沒有前瞻預算的話 淹更多 所以接下來後瞻預算要再下去了 後瞻了 黨哥下個位置看看 會不會還有治水預算下去 我們要讓這30公分繼續往下 都是有伏筆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看民進黨腦袋裡面 在想什麼 他在想的是淹水 又可以再花錢了 有淹才能花錢對不對 國難才來了 還會淹就還要再繼續治水 對不對 這個是民進黨的思維 所以賴清德又馬上說了 我們繼續支持高雄做治紅池 大家知不知道治水有很多種設施 包括這個下水道 包括海綿城市 所謂海綿城市就是台北很多年前就開始做的 我們鋪路 還有這個人行道 我們所用的材質都是可以透水的 也就是你下雨天 雨下下來直接可以從排水道 直接可以從馬路直接滲下去 這個叫做海綿城市 也就是說城市裡面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排水 這個才是真正排水 幾千年前大雨都知道 大雨治水的那個大雨都知道 蘇不如賭 結果高雄用的治水是什麼呢 我一直挖一個空洞 一直挖一個洞 一直挖一個坑洞 我來裝水我來裝水 我不知道這種治水方法是不是最棒最先進 可是我告訴大家 做一個治洪池要花非常非常多錢 你以為說就挖一個大洞嗎 不是 你要去跟人家徵收土地 徵收誰的土地 是徵收永平姐的土地 還是徵收鄭老師的土地 這裡面就很有學問了 所以為什麼要一直蓋呢 這邊治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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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治洪池 雨一來 治洪池都滿了 你看有政績 又要來更多治洪池 因為還不夠 又要徵收更多土地 我們繼續挖 繼續徵收 發大財了 請問一下 對 那些土地所有全人發大財了 然後每一個治洪池就是 等著下雨裝水 沒下雨呢 前幾年乾太沒有颱風 就晾在那裡 是這樣嗎 一直徵收土地 挖給它晾在那裡 然後好好的排水溝 花了幾十億蓋的排水溝 平時清不清 清不清 維不維護 我們就一直說 每一次那個溝蓋拿起來 裡面都不是空的 裡面都有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個才是我們最心痛的 我後來去查了高雄水利局的預算 一年整個高雄這麼大 台北的十一倍大的面積 一年清水溝 水溝 溝渠維護防洪的預算 才四億 整個高雄市預算的千分之二 千分之二 台北這麼小 也差不多四億 所以高雄真的有認真在維護 他們的防洪設施嗎 還是一直花錢蓋信的 我覺得我們也不是看天吃飯 看天吃飯還可以預測 古人的智慧都比我們高 古人他一個農民力 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 我們每一年的7月到9月 會有颱風 會有高溫 這不都是確定的事情嗎 如果天氣太熱 颱風來了會 雞會淹死 會熱死的話 難道我們每年的6月不知道嗎 那為什麼今年的6月 要先殺這個淡機呢 你不知道7月就會很熱嗎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去年缺蛋的原因是什麼 冬天雞冷死 今年缺蛋的原因是夏天雞熱死 台灣也是個先進的國家吧 現在已經沒有人敢說台灣先進 我們的雞是放養在這個外面的嗎 不是爛雞就是爛雞嗎 在台灣的雞也滿可憐的 生死未博 他曾擊中之前才編了10億吧 10億左右 就是因為說什麼 我們還為什麼得那個 得那個禽流感 還有熱死冷死 所以要補助那個雞舍的改建 要把它改成封閉式的 就是不要讓他們 要得禽流感 那也冬死 要也冬死 為什麼一直花錢在做這些事以後 我們的雞還是乾燥熱死 好吧 就算他會因為氣候的改變 乾燥熱死 熱死冷死好了 那你的官員難道不知道說 下個月就會變熱了 結果還提前把雞都殺死 我們的官員是白癡嗎 對不起我不能在節目講白癡 會被NCC調查 現在NCC沒運作 白癡是出言諱語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們官員的智商是很奇怪的 然後經濟部長也很奇怪 他在當董事長的時候 財團董事長 企業董事長的時候 只要政府要加電價 所有的企業老闆 都會在那邊哭喊說 你會加重我們企業經營的成本 大家記不記得 當加電價 企業經營的成本提高以後 他還會給員工加薪嗎 不會啊 他會說我們因為加了電價 我們企業成本大增 我們盈餘降低了 我們沒辦法給員工加薪了 他是這樣吧 電價也是成本 加薪也是成本 他怎麼會說 我成本 電價成本變高了 我再給你加薪 他不會的 你這個經濟部長的腦袋 也是有問題的